闪电我们都见过 在小时候甚至还会觉得有点害怕 但说真的这玩意发生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往往你看到就这样 然后再来一声雷就结束了 可事实上闪电是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在披下来的瞬间发生的事情 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这次的视频也会有这么一点点不一样 也比较轻松一些 我们想借助一台超高速摄影机 来拍下闪电生成的过程 和你来一起发现它的秘密 但说归说就这么一句话对吧 可是这个项目在执行的时候 真的太保障了 三 二 一 完了呀 轮不过了 为了追到这次这个闪电 我们特地和知名气象爱好者凤雨将飞到了东北 因为据他所说 东北的这个雷暴更容易观测 因为更平坦 拍出来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但气象这个东西真的千变万化 我们也只能利用公开的信息 来推测这个雷暴发生的区域还有地方 比如说中央气象台网站的强推流预报 会给你一个大概的概念 等到雷暴临近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像彩雲天气还有Windy这样的APP 来实况判断闪电的大致位置 然后 然后你还等着啥 就直接开车追着这个风暴跑就行了 其实我们刚到的第一天确实就等到了一场风暴 而且在风暴来之前还拍到了非常梦幻的晚霞 那本来我们以为一切都妥了 然后我们就意识到 风暴原来也是分品箱 就像这种风暴就非常一般 因为里面所有的闪电都堆在零里面 频率超级高但是根本就拍不到 我们拍了一整个晚上 拍到了唯一一条可用的素材 就是这条 这里我们拍摄的帧率是3000帧 相当于放慢了120倍 你其实已经可以看到闪电延伸出来以后的样子 但是因为它本身太小 就没有办法看到那种非常震撼的分叉 那也是在追了风暴以后 我们才发现这种东西真的很离谱 它跑的速度比你想要快很多 你看你为了追闪电 我从长春下来以后 至少开两个小时的车是基本 才能够开到这个云坎的位置 假如说这个云不停滑的话 那可能开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就有点像当时我们去找气球的时候那种感觉 就是在一片荒野之下 一定要去找到一个闪电 有点像我们能不能只能 我会打一个很好 就纯粹去看运镜 这里可以看它有没有神 但是你看看这段就没看到有神 我一个都没看到 气死了 一个发差不多都没有 上面 我们其实追闪电追到第四天 才算是拍到了相对比较靠谱的素材 就是这条 这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闪电在视觉上会让你觉得有这种意识没想的原因 首先这类闪电叫做云闪 顾名思义 云闪在放电的过程中 它会在大气里面形成多条高温高热的放电通道 闪电瞬间产生的强大电流 会在云内或者云间来会穿梭 在这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多次放电